这个歌词可能我没有特别深刻 或者说多么刻骨铭心的一些经历 其实这个歌没有想到那么复杂 就是刚才唱歌的两个人 我们三个人一起写这首歌 我们开始的出发点是 本来是想给写我们爸爸的一首歌 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爸爸过世的 爸爸小时候都会背着你 那你都会幻想 人家说人长大变老的时候 那到时候我是一个壮年 我可以背着你到处走 可是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 你想尝试吗 我当然想尝试 但是这首歌 因为我突然一瞬间 刚才您讲了那么多 我就是 就是也会想很多 然后也会 就是会担心 就是等等这样 是的 哎呀 烦死了 每次我聊到我爸就是 我也是那种每次可能 不见面的时候表达的时候都会很很很丰富 嗯 但一见面的时候 爸老爷们这种东西很难 是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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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忙碌的工作状态下 没有什么机会去跟身边最重要的亲人 家人去表达一些情感 那我觉得去借此用这个作品去表达 让更多人去听到 或者说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也可以靠这首歌曲 然后来给大家去传达这种情感 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